好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大家才发现 哇 原来加油还可以赦账 不止加油 结婚也可以 那么在公家事务机关呢 像是护证事务所 有些新人今年是民国100年 结婚的人特别多 有些新人大概太高兴了 那么高兴这个过了头 在冲出去办登记的时候 忘了更换身份证 要先付手续费50元 这个时候发现一毛钱都没带 真是糗大了 不过还好金额不多 那么护证人员也不想 因为这个小钱呢 伤了他们的喜气 因此决定让民众 闲舍长 新郎新娘好甜蜜 决定携手一身 还要到护证事务所 更换身份证 只发生有小两口甜滋滋 被爱冲昏了头 出门只知道手牵手 拿办理新证件时 要缴交50元的手续费 才发现惨了 没有带钱 应该不至于吧 我觉得 但是这样会有点扯 是啊 因为毕竟是小钱 虽然是极少数 但是真的有新婚夫妻 忘了带钱 就来更换身份证 因为两个人只要100块钱不多 大喜登记之日 不想破坏气氛 护证员会先带电 让新人舍账 同人的立场 当然是希望给我促成这一桩美事 那以结婚登记完成为优先 所以我们还是会先帮 我们结婚的新人 先带电这一笔钱 不过也不是每个公家机关 都让民众舍账 像是监理所 民众唤发驾照行照 都是好几百块钱起跳 当场要缴亲才可以办理 还有脱掉场 没有把管理费脱掉费付清 想把车子开走 门都没有 许多公家机关 提供民众舍账服务辩明 民众千万别滥用 让好意变了调 就是刘雪少这样 太有道